高血压,高血脂,高血糖,再加上高尿酸,被这四种慢性病缠上的人,继续要按时服药,吃喝等还要受到诸多限制,可称得上罪让人无可奈何了。 送你四张处方,正还来得及,看懂四高,防四高,降四高。 第一章,高血压处方,目前国内高血压的诊断,采用2005年中国高血压指南建议的标准,这样来将血压。 第二章,高血脂处方,什么是高血脂? 目前,国内一般已成年人供负血清,总胆固醇,超过5.72毫米尔,燃油酸只超过1.70毫米尔,诊断为高质血症。 将总胆固醇在5.72毫米尔,则称为边缘性升高,活人血脂干预的参考标准,丹麦,MTDL。 这样降血脂,通常所说的高血脂主要包括两方面,即胆固醇和甘油酸直。 降血脂,也要根据类型有针对性地区别对待。 第三章,高血糖处方,怎样是糖尿病? 目前,常用的诊断糖尿病的标准是,正常人的空腹血糖浓度为3.961毫米尔升,若超越7.0毫米尔升称为高血糖。 两次重复测定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.0毫米尔升,可确诊为糖尿病。 因为糖化血红蛋半,反应二到三个月内的平均血糖水平,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.5%,也能够确诊为糖尿病。 这样降血糖。 第四章,高尿酸处方。 什么是高尿酸? 国际上降高尿酸协诊的诊断定义为,正常票令已实状态下,非同日两次空腹血尿酸水平。 男性大于420毫米尔毫米尔毫米尔升,女性大于360毫米尔毫米尔。 这样降,可以吃,尽量不要吃,适量吃一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